這個不是主鬥燃鬥機的問題 這個是音樂熟的問題 如果去年的教會普查 你都可以看到 過去五年的香港教會的年輕人 投身得真的很嚴重 你不要動手 不要動手 你報警 我們已經報警 你現在是誰 你現在報警處理 你不應該想推人 你報警你不要再推人 不公義的地道 公平應該只有四種才有 公平公義明傳合謀 剛才你說到 五月大會決定了抽籤 但現在的抽籤變了什麼 變了大圍標的抽籤 變了西選的抽籤 變了小圈子的抽籤 發生什麼事 有沒有經過諮詢 有沒有經過諮詢 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裡是 門徒公義 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裡是激進改革派 門徒公義 這集是門徒公義的第九十集 我是主持David 今天很高興請到 蘇寧教會傳道陳道 大家好 首先我在這裡介紹一下獨立教會巡禮 五百年前 宗教改革確立了新教 當中有一些獨立教會 或者非大中派的教會 這些獨立教會 究竟如何活出真信呢 我們今天很高興請到 網絡紅人陳道 講一下他的教會 蘇寧教會 謀贊 網絡紅人這個名字 也不太準確地描述我 蘇寧教會成立於2014年 你覺得香港教會越來越來越麥當勞化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為何你會有這樣的經歷 異象甚至你的聚會人數是怎樣的呢 我逐樣逐樣來 我由開始教會之前講起 其實我之前一直都是木會的 正職木會的木會 但是大家都明白 在堂會裡面有很多祭奏 無論是傳道和信徒 有些東西都不太長所欲言 另外有很多 叫人覺得很愚蠢的事情 在教會 所以我一開始就寫東西 但是去到後來 我嘗試搞網聚 最初是網聚 吃飯見面 後來就演變成茶經 其實網聚了一兩次 就很快 不如去茶經 做一些正經的事情 開始有一班朋友 網友 我們一直同行 同行了一年多 差不多一個月至兩個月會見一次 都是茶經 都建立了一些友誼 去到我們認識了一年多 我們就覺得不如開始搞 想一下搞教會 自己搞 因為真的受不了 大家都受不了 但外於我有一份木職 都難一點 在星期日抽身 其中一個開始倒的契機 就是2014年的聖灰日 那就是我失業了 我由教會同工 離開了教會的設定 後來我去了機構 這是另一個故事 就是在這個契機 我們就想要成立教會 於是就是這樣 開始談一些會章 談一些我們想怎樣做 一些細節 其實最初的事情是不太清晰的 我們亦都不介意 最初的事情是不清晰的 由得它 反正沒有人 你想得完 想通了才坐下來 開始 這樣不會開始倒的 是的 永遠沒有可能 而你剛才提到 麥當勞化是甚麼一回事 就是很賭武 有幾件事 很多教會都希望 例如你回教會 一年左右 你要完成某些訓練 兩年左右 洗禮 洗禮之後 就進入教會階梯 就是很感激 就好像每個人都是一隻雞蛋 然後生出來 你供雞 你沒有雞 這些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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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分配到不同的地方 很工廠式製作的信徒 當然大堂會會看到是這樣 西堂會未必看到 麥當勞化另外就是 他很無視每個人的速度的差異 靈情的差異 我們在教會裡看到 主要是這兩樣 當然這些東西 我們繼續聚會 我們是越發掘了 教會不同方面的 古靈精怪的地方 稱之為黑暗面 你看看你站在甚麼角度 我當然覺得是黑暗面 所以我們有些事情 就不頂得好死 例如教會異仗是甚麼 這件事是奇怪的 如果異仗是 我想如果真的要講一個異仗 大家會聽得明白 就是說 在一個不正常的世代 有一班正常的記憶徒 當然 是我們去定義正常 就是正常 另外 我們有幾個綱領 我們待會再慢慢講 好啊 不如說一下你教會的名字 蘇寧 其實有一個慢的意思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意義呢 其實 Slow Church 這個 term 就從外國開始 其實也有一本書 叫Slow Church 但是中文就沒有人翻譯 我當時想過翻譯 但是後來看了一本英文書 之後發覺 他講的一件事 其實不是很深入 他都講到 我剛才講的一些 麥當勞化性 但是他的出路 是很 很捨棄的 又不是我 他是想慢活的 那種 Slow Church 又不是很對得認 我很想講的 那件事 但是我們都拿了這個名字 即是我們都用了這個名字 因為真的有趣 Slow Church 先有英文名 接著就量個中文名 最初我們沒有 蘇寧教會這個名字 之前就叫什麼 慢教會 即是沒有的 即是隨便改 即未改一定 而蘇寧這兩個字 是我們最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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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個姊妹 提出的 又吃到一個音 她又是來自聖經 詩篇 二十三篇 那又 即是 即是她 即是她是音譯 即是她又不是意譯 但是很好 即是這個名字 挺好聽 我很喜歡 就是這樣 而我們叫Slow Church 那慢 就固然是我們其中一個綱領 我們有三個綱領 是 門慢 真誠 和簡博 簡約 其實不是簡博 有分別的 我們是 崇尚簡約多些 即是沒有那麼多規格 不是 簡約的意思是 即是 即是我們的演繹就是 我們是 盡量拒絕她開新的聚會 即是我們 我們認為 好的事情 只要繼續做好她 就可以了 即是 做好的崇拜 做好的崇拜 團契做好的團契 我們現在來來去去 都只有崇拜 團契和門徒訓練 而門徒訓練 其實都是一個查經 即是現在是 即是初初就是其他事情 現在 經歷了大半年 現在變成了查經 我們覺得 教會是要有這幾件事 那就有這幾件事 不嘗試去 將多餘的事情 盡量不要要 即是 例如架構 很複雜的架構 對我們來說是不需要的 因為我們現在 都是說十幾二十人 十幾二十人 不用分佈 十幾二十人 不用去 搞很多制度 那些事情 那麼 十幾個人 默契就能處理到 很多事情 因為你們本身那十幾個 都是 網罪那邊認識 都 你敢說有對又不對 我們最初那班人 是這樣的 人來人往 有人走 也有人來 我們最初穩定崇拜 我們都很容易記 第一年十個 第二年十五個 第三年二十個 平均數 都是這樣 人來人往 人來人往 其實 也不是真的走過去 有時候 祭遇史言 生活區 使人 少了 就少了 我們沒有什麼 所謂 都是 教會就會有剔道表 你們不知道教會有沒有 沒有的 另外一種簡約就是 我們事奉 例如崇拜 儘量三個人 處理完 這樣就可以了 總之 過三個人回來就可以了 三個人可以 我教會有二十個 但我教會都沒有一百人 很簡單 一個主席領槍 一個主席 一個港元 一個 一個樂手 如果是我的話 我一講可以做三個 所以崇拜 最最小的 兩個人 一個主席 一個港元 搞定 明白 好 在你事奉生涯 這麼多年裡 你覺得蘇寧教會 最大的特色是什麼 最大的特色 或者對比其他大中派 我又覺得 當然不能夠攀比其他大中派 但是如果要講 如果要講一個特色 就真的是困難 因為我們 我們的特色是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就是我們的特色 因為 其他大部分教會 都是不正常的 而我們的特色 就是我們是正常 你怎麼可以定義正常 不正常 你看回來的人 是否正常就知道 就是 OK 我解釋一下 是因為我來自一些保守的教會 你這樣說 我就完全想不到 就是 溝通正常 處事手法正常 處理人際關係正常 就是 講正常 都很難比較 因為 外面的教會 太不正常了 就是 其他教會 太不正常了 所以 我們 是一間 沒有特色的 我們的特色就是正常 正常 對 正常 正常人會回來的 回來的是正常人 就是 那些東西要去到很深 就是你要再 特別一點 才能回答你 就是 你作為一個項目 我可以和你比較 但是你很普遍地問 我就 要想一下 怎樣回答 不如我又問一下 聚會的時間 聚會的時間 就是 星期日下就四點 崇拜 通常是多久 一個小時 也算快 是的 因為 我們的崇拜 就是 有些受聖功會影響 我們有固定的禮儀 而我們每次變的東西 是很少的 例如變宣召經文 變經科 變中間的討告 然後是廣道 不同的詩歌 但是我們有很多標準的東西 放在裡面 例如 我們有一首 懺悔詩 我們有一首宣寫的詩 之後有三一眾 有差遣的禮文 奉獻的禮文 奉獻的禮文 這些東西 我們有很多東西是standardized 一直都小執 慢慢改 慢慢改 改 所以 所以 崇拜 你可以說 回來半年 就可以帶到 你看了二十多次 你應該可以帶到的東西 所以 亦都令崇拜是快的 因為大家都熟習 大家都熟習 大家都熟習 因為我現在回到的那些 都是禮儀假會 可能有十個八個禮儀 有時候就難記些 熟了 都是run得很快 是的 我們有點像是這樣 團契 團契 是晚上 八 通常是八點開始 吃飯 是晚一點的 團契 有時精彩 有時是 開玩笑的 開玩笑就是回去吃飯 看電影 那些 通常都少些人回來 但我們茶經 通常都會吸引到多些人回來 因為我們的茶經是精彩的 茶經精彩的地方是 首先 我們主要有兩個人帶茶經 我和另一個大兄 我們的手法是很不同的 我的另一個手足帶 他就預備好了 基本上他已經查好了 主要是他問我們問題 我們答對他心裏的答案 當然討論是開放的 但基本上他已經預備了一個 很深入的內容和我們分享 帶我們怎樣看 這就是比較近似其他教會的方法 很有準備的茶經 而我是完全反其道而行 我只是和大家說查邊段 我是不準備的 回到一起看 一起做分段 一起發掘一些東西 其實也不是什麼特別的事情 都是OIA 只不過我們是把OIA做得好 而做得好是氣氛 首先我們對很多立場 都是很開放的 例如耶穌的神聖 我們覺得 在討論的時候 是可以放下的 即是耶穌 耶穌有沒有復活 這些問題 我們是在查眼經討論 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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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很多 聖經裡面的東西 例如數字出錯 例如有兩個版本 那些我們在查經的時候 是一個很神學院討論的級數 我認為有神學院討論的級數 就是因為基本上 沒有人會走出來 除了是一些硬性 會有人指證 而一些觀點 基本上是 什麼觀點都會接納來討論 我覺得這種氣氛 是令到我們的查經精彩 另一種氣氛 就是我們從來都不會被人分享 即是 你說一下有什麼感受 是從來都不會發生的 除了我帶門去睡覺的時候 因為我要訓練他們 我就叫你講一下 你講一下有什麼觀察 這就是因為我正在訓練他們 但平時查經就沒有什麼所謂 所以有些人坐了一晚 一聲都沒有出過 但他們沒有什麼 當然是有些人熟書 就多講一些 我們的查經是很好玩的 聽起來也挺有趣的 只是把一個正常的查經 做得正正常上 另外作為獨立的教會 其實不會像大中派那樣 有很多人手和智慧 可能整個熟版都是二十 最多可能三十人 三十人左右 其實由教會成立到現在 有什麼困難 又如何去解決呢 你這樣想 你就 不是你這樣想 這樣想 就進入了盲點 就是覺得這間教會要很多人 才搞得到 其實是不是的 即是 你這間教會幾千呎 數地都要幾個人做 開燈都要開五分鐘 但我們教會 三百呎地方 和你這間教會差不多大 小一點 大概三百呎地方 你的管理就很簡單 總之把東西保持在簡約 你就不會受擴展 大腿的痛苦 而感到痛苦 我們沒有這樣的能力 就不做 例如開多堂送物 是慘善的 沒有人開什麼堂送物 他們都很傻 就算有些人 也有人問 有什麼同主有行慈善 有什麼同主有行低能 十幾個人 不想理 所以 還有我們 有一種心態 在我們中間 建立 不是我一個人灌輸他們 是大家都有這樣的心態 就是什麼 就是一個小聖基督教的心態 佛教有分大乘和小乘 大乘就是普道 普道眾生 每個人都要得救 小乘的佛教就是 著重自身修養 就是自己的修煉 不是叫修煉 而基督教 我認為 我們在坊間看到的 基本上是大乘基督教 就是傳福音 大家都覺得 教會就是man's to 去增長 教會就是man's to 去擴展 因為擴展教會等於擴展天國 是的 我覺得 很辛苦 不要搞 不要搞我 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做 我們一班人好好的 有事就自然香 我們又不是不增長 我們的 net growth 可能比 多人過 我們的教會 我覺得 沒有 教會的東西做好 quality 就可以了 我有個底線 每個月的奉獻 交到租就行了 很簡單 這個很重要 最重要的是交不到租就有問題 交不到租就營運不了 真的 那 文說的教會 有些聚會都會 在政府高官 是嗎 不用文說 是事實 而且是開放的 因為是放在Facebook page 所以你可以調查 基本上 多數的時間 都是會 我們為香港祈禱 香港祈禱 我們負責寫祈禱的手足 就會 看看那個禮拜有什麼新聞 有什麼問題 值得在祈禱 教託給上帝 通常 有天災人禍就是天災人禍 沒有天災人禍就是政府決策 或者政府的錯謀 他們會為這些事情祈禱 例如我們為死傷者 或者為意外的人祈禱 我們都沒有正常的 那就求神安慰他們 或者求神醫治 但一到政府高官 我們跟其他教會的分別 就是他們會祝福他們 而我們會就助他們 因為聖經也是這樣說的 聖經也是這樣做的 我會覺得這些人不死 就大家死 不如他們死吧 還有我們的咒座 如果你真的有看過 你就會發現我們不是 經常咒人死 我們通常咒座的討文就是 求神去審判他 有幾件事 神用那個人的標準去審判他自己 這是第一 第二個就是 將他做的報在他身上 合乎聖經 其實主要都是這兩種咒座 我又不覺得特別惡毒 如果你覺得咒座惡毒 是因為那個人本身惡毒 因為把他的東西還給他 主要都是這樣 不如再介紹一下 教會有什麼計劃 教租 教租 我們計劃了 這幾個月也是教租 最重要 不是 我們沒有計劃 這樣說又不公平 如果你說 必須要分辨 就是我們不太著重 那些什麼礦堂發展 就不等於我們卸做 也不等於我們盤屁 千萬一定要分清楚 明白 但我們又不是很 應該這樣說 我們是對未來有憧憬 我們認為是有所謂 有可謂 但就不是以某一種人數的增長 或者達到某一種 幾乎的目標為標準 我們覺得 我們教會人數不用多 人保持在這一個就OK了 但要聽到我們訊息的人要多 那些人可以通過Facebook page 通過Facebook page 通過Facebook page 去接觸我們 或者可以接觸到我們的信仰 那些人是不用回來的 如果你帶著大不奉獻 我當夜會 我經常聽到教會呼籲 你崇拜的時候可以奉獻 但你不回崇拜的時候可以奉獻 是啊 是事實 所以我們教會 對於人 我覺得 救人 我們已經有個動力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班底 已經令到教會運作到 運動 那些事情都是運作正常 那就OK了 多幾個人來的就開心 少一兩隻 難免在心情上傷心 但是我們不把這些 我們不把這些 是一些重要的 測物 明白 好 我們第一節就在這裡完結 我們休息一會就會繼續 好